有人说这对上海的小夫妻啊 就是前一段时间在西藏阿里出车祸了 我记得这个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啊 这对小夫妻啊 有人塞的这个图片呢 说就是出车祸的前一瞬间啊 很漂亮了很美了 说这个女性呢 是上海一个银行的 丈夫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司机 一个单位的司机 那么在西藏阿里 这么偏远的地方创车了 车都创成这样子了 下面发生的事呢 受到了全国舆论的关注 就是当地发动公务员 为他们献血 包机到成都啊 最好的医院 华西医院治疗 还不行 又到了这个上海医院治疗 去上海是不是包机就不清楚 前面说的这个新闻 大家呢 觉得这里面呢 一方面有人表扬 你说我们这里多看重生命啊 一方面就有人质疑啊 说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 说让全体公务员 献血就可以做得到 说包机就可以做得到 然后我们能不能每个人 都可以有这么好的待遇 其中透露的一点呢 说这个男性的这个小姑姑啊 是卫健委的 看一个卫健委的 重大的能量啊 然后这个 就是前面吧 就是这些个吧 连胡锡进都下场了啊 也为这个事就洗地吧 那么现在出来一个 最新的一个报道啊 就是五问 叫做五问呢 这个 阿里献血事件真相 还原上海女子啊 车祸救治全过程 这篇报道似乎是啊 似乎似乎是这个 上海媒体推出来啊 就是澎湃啊 什么上官的推出来啊 那么我现在看到的呢 是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给给转转出来的 联合报道这件事 大家能知道啊 我觉得这个比包机 待遇也不低啊 上官新闻 澎湃新闻联合采访 报道组 10月14日 上海一名 余姓女子与丈夫 在西藏 蜜月旅行期间 发生车祸 导致肝脏破裂 失血严重 有生命危险 被紧急送至 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救治 后经当地多方会诊 救治 女子脱离险情 回到上海继续治疗 然而 这起车祸带来纷争 远未平息 该女子脱险后 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称 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 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 西藏阿里地区协调 上海原藏医疗专家 为其进行治疗 还发动了阿里地区 所有公务员员 为其献血 最终用七千多毫升血 将他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 随后 他又支付了120万 通过医疗包机 转运至四川华西医院 视频很快引起关注 不少网民质疑 小姑姑是谁 为何能让上海市卫健委 调动原藏医疗专家 还能发动阿里地区 所有公务员 为其献血 120万医疗包机 转运是如何筹集的 整个救治过程中 是否存在通过关系 借助工潜力 调用公共资源的情况 由上海报业集团 上官新闻 蓬快新闻 多位记者组成的 联合采访报道 通过连日来 蹲点调查 采访了 余女士 其丈夫 陶先生 其父母 参与余女士 救助工作的 上海原藏医生 以及余女士 家所在 剧委会等各方面 厘清了事件 发生的前后经过 我这里要插播一点 最关键的是 她一个姑姑 难道这个姑姑 是个虚设的吗 为什么采访 没有这个姑姑出现 还蹲点 还联合 还报业集团 我们看看下面 问题一 到底有没有发动 全体公务员 献血 是谁献的血 据陶先生回忆 10月15日 也就是余女士 进入阿里地区 人民医院救治 第二天 医生反馈 血可能不太够了 后来加入救治的 上海原藏医生 上海交大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 浦外科副主任 温浩表示 根据病例 病程记录 余女士 出血很快 止血后 效果不理想 血压硬不稳 14日15日 两天 医院输血 就达到 2800毫升 她回忆 10月16日 凌晨40 余女士 被送到 CEO继续 ICU继续抢救 患者最终在治疗中 总共输出血型 A型血行为 7小毫升 生命体增 才稳定下来 如果没有输血 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在这里插播一点 上海交大医院 附属新华医院 普外科副主任 翁浩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个病人的 是吧 他是怎么赶到医院的 这一点怎么没有 这他怎么连接的 他原障医生 是上海的医生 他是在阿里吗 他是在拉萨吗 他在哪里原障啊 他怎么获得到这个信息 说知道这里有一个病人的 是你们上海的 你们搞小小圈子文化 在这里 如果是个江西的 你们能可以知道吗 另外你知道以后 你是怎么过去的 你动什么手段赶到的 是吧 这一点都没有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 确实不是有组织的 陶先生说 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 所以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我还在一个社交远见 发了帖 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 帮忙来输血 家里人 我也求助了 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 有没有熟人 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 政府方面工作人员了解到 确实有干部职工 为其受伤女子献血 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 血库库存告急后 医院向职工社会员求助 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 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 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 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 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 血库本来就紧张 如果有人来求助 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 他还曾求助车祸的民警帮助献血 热心民警为其还发了朋友圈 另外他还求助组织医生帮他联系 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血血 当时见人就问 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 陶先生说他自己也压了血 但他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 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 包括公安民警 消防队员 以及很多热心人士 最终多人的助力 保住了余女士的治疗希望 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怎么获得到这些个血呢 他的说法就是这个男的 他见谁问谁 是吧 你记得你不就 你问问那些个血血的 怎么获得到的信息 是看着朋友圈吗 看着谁的朋友圈 能可以出事一下吗 是吧 大家质疑的 他们是通用公权力来献血 现在呢 严谨自己说的 就是我见人就问 因此大家都热心来献 你不很简单吗 你记得就找到这些个血血的 问他你怎么获得到这个信息 好 问题二 小姑姑是谁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 经核实网传 患者小姑姑 联系上了 上海市卫健委 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 动用了阿里地区 所有的公务员 为其献血 说法不实 吴上海市卫健委员员 认识患者及其家属 或者经过 经过 或受过他们的请托 于母回忆说 10月14日晚 他接到女儿出事的电话 15日到拉萨后 已错过当天 往阿里的班机 到达阿里地区 人民医院是 10月16日中午 当时你去说 好心也已经给他 陷过血了 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但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只知道我们医院 在我们医院 到医院前半小时 从日科泽来的上海 原葬医生 则刚刚到现场 从日科泽呀 来的 从这里才知道 那个原葬医生 在日科泽 已经进去会诊了 陶先生回忆 当时妻子出事后 他向所有家庭成员求助 其中已经退休的小姑姑 将消息转给了 在上海奉献某行工作的儿媳 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门获悉 小姑姑近年60岁 退休前为某工艺品 联营工厂工人 事发后 小姑姑联系到儿媳 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 期间有多位热心人士 热力传递信息 热力接力传递 最后联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针对此事给出了回应 西藏日科泽市人民医院 上海原葬医疗 于15日下午收到 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 请求派医疗专家赴阿里 开展紧急支援的函 紧急协商 上海原葬医疗对基本本着 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 决定派一名医疗专家 前往阿里参与患者会诊 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 此事并不存在的私人关系 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为 这一段就是让人太困惑了 是吧 因为当初提出这个小姑姑的时候 人民都出来了 这个记者在这里把人民 给掩去了 堆窃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连儿媳妇都有出来了 还什么这个 什么银行 什么公益品都出来了 巧的是说事发人 这个人也在银行 这个表嫂也在银行 巧不巧吗 这个巧不巧吗 这一堆的信息 我也不说啥了 大家自己去理解这里面的事吧 是吧 完了 打了一个这个太极 这个当初有人指出来 是卫健委的 名字都有是谁谁的 这个记者没有回应这个事 而是出现了公益品厂 又出现个银行 又出现个表嫂 又出现了什么办事处 一大堆信息 看起来好像这些个人都参与了 但是又搞得人一团糊涂 是吧 就是这个最关键的就是在这里了 我觉得一团糊涂 问题三 余女士受伤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救助过程为何有上海医生介入 余女士回忆 今年9月29日 她和陶先生在上海举办婚礼后 10月1日 两人开始自驾前往新疆西藏 陶先生回忆 10月14日下午 两人到达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度 余女士感觉自己缺氧 就把双脚放在副驾驶前方 出事时 人几乎是平躺在座位上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工薪城能想到的 是吧 9月29日结婚 两人自驾游 都已经自驾到10月14日了 这个搞一圈下来 怎么也得一个月游这么一圈啊 你这是普通工薪进阶城能改想的事吗 陶先生称 驾驶车辆的她出现高原反应 没有及时吸氧 创到了路边的柱子 妻子余女士 由于安全带绑的角度不好 强烈的创击 勒迫了肝脏 我靠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座位放平了 还戴着安全带 是吧 这个角度有问题了 出车祸后 余女士感觉到疼痛 快不行了 两人想办法报警 但是我们两个手机没信号 好在有个路过的好信大哥 帮我们拨通120 120 温浩根据病程记录介绍 余女士 于五月时 是创伤性休克状态 CT提示 9-11根肋骨骨折 肝脏 挫裂伤 诊断为 失血性休克 腹部闭合性损伤 肝破裂 胸部损害 肋骨骨折 肺磋伤 当日22时 陕西省原藏医疗 在阿里当地参与了 就帮助进行了 紧急手术 抛腹探查后 进行肝脏破裂 修补胆囊 切除 加砂布 填塞止血 腹腔内有超过 3000毫升的出血量 手术时间长达 五六个小时 当时医生跟我说 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就把小姨 推进了ICU抢救了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叶医生又跟我说 人不行了 让我进去看一眼 我就拨通了 小于父母的视频电话 三个人一起鼓励他 坚持下去 唐先生说 当时签了有多少病危通知书 我都记不清楚了 反正十几页纸是有的 据西藏阿里人民医院 10月15日 向西藏日科泽人民医院 发出的请求救治支援的函 与你是当时情况危急 急需肝胆外科专家支援 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 组团市原藏工作队队长 日科泽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王清华表示 日科泽市人民医院 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 决定选派上海原藏医疗专家 上海交大医院附属医院 新华医院浦外科副主任 医师翁浩 参与救治 考虑到要从海拔 3800米的日科泽 前往海拔 4300米的阿里 必须保障 翁浩医生的安全 所以收到函后 向上海市卫健委做了报备 这个医生从日科泽到阿里 都有危险呢 接诊的医生 温浩说 医疗机构间的函 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 而是正式的会诊单 由于西藏地区浮衍辽阔 目前医疗资源相对有限 各地原藏医疗队异地 汇转参与救治都是常事 温浩回忆 自己于今年7月前往日科泽原藏 西藏车祸伤患者 其实不少 我曾经参与救治日科泽 一例东北游客车祸伤者 当时也是紧急抢救 立即开展远程会诊 进行讨论和抢救 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好 遇到任何一个病重的患者 当地医院都会尽全力 集合现有的医疗资源 开展救助 温浩告诉记者 原藏期间也接诊过 多例人车祸 外伤紧急送医的患者 但要与你是这样的严重伤 还是罕见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所以我们会尽力挽救危急生命 温浩说 在这里面 就是这么报道的吧 问题四 包机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包机的钱又是怎么筹集的 当事人家庭背景如何 是否有特殊人脉关系 温浩说 10月17日会诊时 因患者情况 要之前稳定 患者家属提出 医疗包机转运治疗 各方专家讨论后 表示可行 10月18日13时30分 患者及其两名配通 家属由救护车送至阿里 昆沙机场飞机 于当天17时左右降落至成都 双流机场 由救护车运至华西医院 温浩也于次日返回日科泽 温浩告诉记者 之所以做出包机转运治疗的决定 也是因为当地医生告知 高原环境下 很多生命体征都会出现异常状况 比如我女儿的凝血功能指标极其低 必须输全血 决定包机后 陶先生开始在网上找包机转运的资源 还联系了以前有过包机转运经历的患者家属 咨询流程 你看人家这是要啥有啥呀 当时有不少 你们谁认识啊 包机转运治疗的家属 你们谁能认识 你看人家 想认识谁就认识谁 当时有不少航空医疗服务商主动来联系 最终我们选择了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 商谈的价格是110万人民币 筹钱先于包机决定 于母说 当时我乘坐了飞机 刚到西藏 有朋友告诉我可以包机转运 就是费用高达百万 我立马就跟公司老板身边同事亲戚借钱 最后是公司几个领导 帮我凑了120万 什么公司啊 能说出来让我们也崇拜崇拜吗 亲戚朋友又陆续转账了一些 让我应急 我天都塌了 你知道吗 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积蓄 女儿还刚结婚 但我们这只有这唯一一个女儿 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命 于母所在的公司 是上海奉贤的一家科技上市公司 公司的一家一位负责人 陈先生告诉记者 10月15日于母向他求助借钱 我一开始以为是骗子 专门打了电话给他 他在电话里把情况跟我说了 陈先生说 于母在他们公司服务了十多年 彼此俗识也是朋友 陈先生听到于母说要包机要一百多万 他和公司几个朋友共同筹钱 转账记录显示 10月15日16日两天 于母共收到转账给他的120万 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直接返回上海医院 于母解释 当时包机先到四川华西医院 是他做的决定 我在网上看到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旧公司和华西医院以前有过转 有关转运的记录 而和医院衔接比较好的华西医院医疗资源也不错 主要当时女儿也不能承受更远的路程 据说包机直接回上海 价格也会更贵 所以就决定了四川医院 公开信息显示 从西藏包机飞成都 治疗病重的病人并非特例 陈先生说 他听说此前有位患者通过上述公司包机飞往华西医院 便打听该病患者家人 询问了包机情况 对方也给了公司联系人信息 最终于女士一家确定了弯流J550公务机 由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提供 10月18日 于女士包机飞到了四川成都 于母回忆 在阿里期间 陈先生一直在接受当地交警调查交通事故 有民警跟着他 去往机场之前 他们曾请求警方帮助护送救护车到机场 哦 就是这样啊 因为天天有民警跟着他 所以救护车护送到机场呢 大家不就好理解了吗 那我们还是费劲 女儿的情况很严重 转机时间也很紧急 热心民警帮助了我们 记者从有关部门 当地剧委会 以及于女士家中 讲述中确认 于女士今年27岁 目前就职于上海某银行支行 但大厅助理为第三方劳务派遣员工 合同在人才服务公司 其父原来从事过货运 有30多年的驾龄 在上海奉闲一家公司 做搬车司机 嘿 爸爸是个搬车司机 是个搬车司机 丈夫 也是个搬车司机 也是个司机 啊 于母就职一家企业 从事财务工作 于女士 丈夫 陶先生是河南籍人 29岁 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练 哎 不说是个司机吗 这个怎么 怎么 这不对了吗 陶先生的父母 也无公职 父亲70多岁 退休前在凤贤 凤贤一家私营工厂工作 母亲则经营一家小服装门店 另从居委干部 周边邻居出得知 目前一家人居住的商品房 小区建于2002年 于女士父母 2003年购入该房后 长期在这里积住 为唯一住房 今天与女士和陶先生结婚后 搬到附近三公里外的婚房 该小区建于2006年 婚房也是小陶父母的老房子了 小陶父母不是河南人吗 看起来像个打工的 是吧 什么一个开服装店的 一个什么在这个 一家私企干活的 上海还有一套老房子 这些问题费解 问题五 视频截图中 陶先生为什么要和余女士说 后来我小姑姑联系上了 上海市卫健委 卫健委联系了阿里 动用了阿里 所有公务员员献血呢 陶先生回忆说 当时说这话有一个背景 妻子刚刚从昏迷宗清醒 还擦着喉管说不了话 他就用微信发给我一串省电号 还可以还说他可以打字 我知道他昏迷了这么久 刚我醒刚醒过来很痛苦 就告诉他家里人都为救治他做了努力 尤其重点说了小姑姑事 本意是鼓励他积极配合治疗 我觉得真是够扯的 把这个拍下来以后 发到公众平台 因此这个事 大家才形成热议 是吧 这个情节我就不知道了 我才就是这样一个情节 妻子重伤 然后呢 这个拍了一个视频 这个不知道是真蠢货 假蠢货了 就说哎小姑姑给搞定了 然后把传到这个公共平台 是他自己给他自己报的光 是吧 因此产生了这么这个联合报道 到现在是吧 我告诉他 全体的公务员员去歇血的事 肯定是夸大的讲 因为我想让他知道 这次救援来之不易 陶先生对自己当时随口夸大的话语 追悔莫及 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妻子出事后 包括他小姑姑在内的很多亲友 都被他发动起来 找人求助 这些求助到底有什么作用 他不清楚 后来余女士身体好了 陶先生鼓励他 将大难不死的经历 写下来留念 于是是他自己编辑的那条视频 之后就发布了视频 余女士坦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就想自己大难不死 你应该留下记念几年 然后我就编辑了这个视频 他的抖人账号只有100多个粉丝 没想到后来事情发酵的这么大 结果这条视频发出以后 浏览很快破了20万 有人发了一些恶毒评论 比如你怎么不去死之类的 我就把视频也给删掉了 余女士承认 自己视频中表达不准 措辞不当 有多处言语夸张 陶先生也多次表达了 欠意和懊悔 陶先生表示 网上于兄发酵后 小姑姑也不止一次批评她 你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 夸大其词呢 余女士在采访 采访多次内疚的说 看到网上各种言论和猜测 感觉到样 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这两天忍不住都要哭了 觉得对不起那些 真成了帮助过自己的人 上海上官新闻 澎湃 联合报道 那么大家对此 是什么观感呢 他们这个联合报道 是个什么感受呢 我们看一下 评论 好心人的山举 在喷子里 眼里都是错 一句谎言 成为全网热搜 这个老公减直了 传谣一分钟 辟谣跑断腿 好心救人 却弄了一身泥浆 当然只有一个 弱弱的一个人说 是吧 听起来 他们说的所有的事呢 当你自己真的要这么干的时候 恐怕都会 都会这个被挂断电话 好 我们听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沈亿 沈亿的这个人 大家可能 沈亿没评论 只是所发了一下 好 就是这么多的这个说法 非常的震撼 是吧 新闻媒体联合 给挣 给挣身吧 有点这个意思吧 这就是中国 我 我 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